中文可以講我最喜歡的古早味系列迪士尼動畫了 那今天要來講的就是自從迪士尼共舞系列完結之後敲完音量最大的愛麗絲夢遊仙境 這部小時候造成我心裡創傷的鏡片 愛麗絲夢遊仙境是迪士尼的第13部動畫長片 她的前一部是仙女情緣,剛幫助迪士尼從票房失業低潮中大回血一波 華特迪士尼對於愛麗絲抱有多高其問可想而知 而且她本來就想拍這故事好多年了,事實上 但還沒有創立迪士尼動畫工作室之前呢 在北京公司她就已經有做過以愛麗絲為主角發想的短片 華特迪士尼還是一個21歲的菜牛動畫師的時候 她曾經在一間叫做Love Orgrance的動畫公司上班 因為她本來是愛麗絲夢遊仙系列原著的大粉絲 所以她就拍了一支結合真人和動畫的短片Alice Wonderland 描述了真人小女孩愛麗絲進入動畫世界冒險的故事 那雖然這間公司在短片釋出之前就倒閉了 華特迪士尼還是拿這支短片作為demo作品 終於成功找到一間願意投資發展的廠商 這部作品發展為系列影集Alice Comedies 主角依然是真人小女孩愛麗絲 並加上一隻叫做Junias的動畫貓 之後這個動畫團隊正式發展了華特迪士尼動畫工作室 所以你可以說愛麗絲夢遊仙系就是這支公司的起點 華特迪士尼早就決定一定要把愛麗絲的故事變成一部電影 在1931年的時候 她雖然用Tenius Illustration買下的原著版權 當時也是打算拍成真人結合動畫的電影 這機會卻因為被拍紅在1933年結束先登 先拍了一部真人電影的暫時作法 那她也沒有因此就放棄 一直把這機會放在心裡默默著手進行直接把這個作品動畫化了這個作業 對即便已經做了57集的愛麗絲系列動畫 華特迪士尼還是很堅持一定要做愛麗絲夢遊仙境 連愛麗絲的小女孩都已經換了五代 她還是想要做出她心中最完美的二次元魔力 糖、香料、還有美好的味道 這些就是被選來製造完美小女孩的必要成分 1938年出版Storeo出現 但是裡面的愛麗絲都看起來太過接近原著中John Tenius的插畫 線條太複雜了很難動畫畫 但是初期的劇本也太黑暗了 迪士尼就打槍了這個版本 冠隨著二戰的到來和幻想曲、小路版筆、末期預計 這些更有執行可能性計劃出現 愛麗絲的製作計劃又暫時被延後了 冠隨著進入二戰後的資源匱乏 將他上述這些作品都賣不好 直到1945年華特迪士尼才終於重拾了這個拍攝計劃 請來新的美術Mary Blair 為這部電影的畫風定調 解決出版的藝術概念性有太複雜問題 用色也比較活潑鮮豔更有深淨的感覺 於是整部電影的調性就被定位為更迪士尼風的喜劇家、音樂劇感 提到Mary Blair 她也是迪士尼這間公司內部的一個傳奇人物 她經手過非常多迪士尼經典作品 除了《愛麗絲沒有仙境》還有《彼得潘》、《仙女奇緣》 她的風格非常的突兀 就是線條很鮮明、用色很跳 有些抽象幾何的筆觸 在當時非常受到華特迪士尼的喜歡 也重新定調了迪士尼往後動畫畫風 跳脫現實很天馬行空 華特迪士尼有多喜歡、多重用她呢 重用到連迪士尼樂園裡面的設施都要交給她設計 她有個非常有名去過迪士尼樂園的人 都一定知道的作品 就是《小小世界》 這個很奇幻又很ㄎㄧㄤ的設施 也有一種很神奇的魔力啊 直到今天我們都可以在新的迪士尼作品中 看到幾分Mary Blair的風格 她就是現今迪士尼員工心中的安迪沃合啦 但是天才總是孤獨的 可能因為Mary Blair她的作畫風格太獨樹一格了 讓不少動畫師吃進骨頭 所以她在公司裡面其實不算非常受歡迎 大家每次看到畫的藝術概念都會 欸白癡的瑪莉太難了啊 這樣怎麼做動畫 欸你們有看到最近瑪莉畫的彼得潘了嗎 看來我們最近要瘋狂加班了喔 好棒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樣的impression 於是艾莉莎莫仙剑製作的 是一直到1946年才正式開始 整部電影採取跟仙女奇緣一樣 新有真人小女孩卡瑞森崩王演出 在動畫描線捕捉的方式 另外也因為仙女奇緣很成功的關係 迪士尼得以找來最頂級的製作 還有配音配樂陣容為這部電影貢獻 有著積極一流人才的高品質製作水準 而雖然電影最後定調是要俏皮可愛 出版由畫師David Hall 設置的素材 還是有被應用在後來的電影裡面 幫本片增添了原著特有的詭異荒唐感 但這部電影上映之後反應卻不如預期 首先是庶民不滿書中大半的角色 像是空龍、絲鳩、腳海龜幾乎都沒有出現在電影裡面 把英國文學中的梗都拿掉 迎合美國觀眾品味也是批評的重點 無法取悅原著粉絲之外 也找不到可以理解愛麗絲這個角色的觀眾群 因為這部電影跟以往的迪士尼電影很不一樣 就像沒有明確的目標 也沒有所謂經歷一連串冒險或成長之類的 那故事就只在門睡一個小女孩睡著然後做一個夢 大家看完之後就是搞不懂她想要表達什麼 只覺得是一部很奇怪的電影 這部電影在1951年上映的時候賣得不好 只因為她深不奉持 因為她在60年代重映的時候表現得非常好 因為那正是美國耀文文化崛起的年代 就像上次重看睡眠人影片裡面講的 這部電影在6070年代重映的時候也是表現得很好 當時的年輕人就是會配著大麻綿藥服用這兩部電影 也因為這部電影實在是太鏘了 一直都有人在懷疑她其實是在講藥物成癮者的故事 但其實這樣猜測開普遍也是在藥物使用盛行的60年代才出現 證明你心裡想什麼看到的就是什麼這件事情 還有人想要去證實當年作者路易斯卡羅 他在創作愛麗絲的時候是不是真的課了什麼 回顧十八世紀也就是這本書創作背景 比較常見的毒品是鴉片 但是根據一些回憶錄路路易斯卡羅 他是個老實憨厚在大學教數學的教授低調保守 甚至他的人從來都不覺得他會課藥 當然不排除還是有可能性 只是這項預測中就也只能是預測了 那這也不是這部作品第一次被這樣想 我來找到他非常暢銷的十八世紀 就有人在懷疑作者路易斯卡羅是一個喜歡蘿莉的戀童品 這是因為愛麗絲這故事的發想來源是因為路易斯卡羅 他非常喜歡小孩子 常常跟小蘿莉混在一起 然後十日子就會講故事給他聽 愛麗絲這角色就是跟他非常要好的 一個他朋友的女兒為靈感發想的角色 那可能因為他的性格比較安靜神秘的關係 人們就喜歡對他有些猜想 因為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這麼木納、老實、安靜的人 怎麼可能想得出愛麗絲這麼強的故事 一定是有課藥 或是心理變態 你知道人們就是喜歡靠貼標籤 去簡化一些他們無法理解的事情 一個有蘿莉控的人幻想出 這樣子的故事到底從何可以獲得滿足呢? 對了,一定是這個故事裡面 常有很多性暗示吧 這樣的理論當然也是出現過的 像是愛麗絲掉進兔子洞裡啊 拿鑰匙開門啊 遇到一隻磅重的毛毛蟲啊 愛麗絲一直變大變小變長變短的 就是好像也看起來哪裡怪怪的喔 只要有心 什麼事情都可以想歪 那其實愛麗絲夢有仙境中出現的謎語呢 和一些看似有隱悅的東西 其實大多都是沒有答案的 有些是連作者本人都不知道 他表示這個故事 本來就是在描繪一個nonsense的世界 不見得一定要給每個意象解釋 但是人們怎麼可能就像善罷甘休呢? 從政治學到心理印象 自古以來 大家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合理化這個奇妙的仙境 舉例讓很多人留下 童年陰影的海象與木匠這個故事 別為海象和木匠串通好 欺騙小牡蠣上岸 最後海象自己把小牡蠣吃光光的故事 那有些人認為 這可以反映18世紀英國政治的狀況 海象和木匠就代表著英國 小牡蠣代表的是殖民地 順便了這次時間 動畫裡面牡蠣媽媽她的月曆上面的 那個3月march 那個r會閃動 其實是來自一個英國非常古老的格言 就是只要有r的月份 就是牡蠣特別新鮮的月份 因為沒有r月份 像是從5月到8月 都是下季 這個時候牡蠣容易臭掉不好吃 所以有r的分就是牡蠣劑 這樣的意思 你是你真的是很變態 小時候看這段真的覺得超烈的其實超恐怖 我看到小牡蠣被吃掉我整個人 小牡蠣 想到我看這段你只覺得 我突然想要吃牡蠣 回歸到愛麗絲算整的故事主線 除了找到白兔都沒有賦予她一個明確的目標 我們看完電影之後 也不確定她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成長 但她依然是個沒有趣的角色 事實上的成年人可能更可以理解 愛麗絲的好奇心是如何害到她 又是如何讓自己越來越迷失 片中愛麗絲唱的那首very good advice 就提到她是如何給自己很多很棒的建議 卻從來不追隨自己該做的事 或許愛麗絲莫有先進不見得暗藏什麼 值得被歌頌人生歧視 卻是某種程度反映了你我內心 都曾經有過迷惘還有恐懼吧 以上就是對於愛麗絲莫有先進這個故事的分享了 其實你真的要去查的話 真的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自古以來對於愛麗絲莫有先進這個故事 這個文本的各式各樣的結束方式 但當然是沒有個絕對的答案 就是怎樣的人就會看到怎樣的訊息 我長到之後再看一次 我覺得沒有小時候印象那麼可怕了 那確實也解讀到一些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東西 強烈推薦大家也可以去重看一次 可以配個酒阿或什麼之類 不要嗑藥不要嗑藥 嗑藥不好不要嗑藥 就是可以配個酒阿小酌一下 然後看這部電影 其實感受還蠻強烈的 一樣歡迎留言告訴我 下次希望看到講哪一部迪士尼電影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 Bye Bye